2024年世界田连钻石联赛 厦门战女子100米兰 吴燕妮主场作战 用13秒04的成绩完成了今年个人首场世外赛 作为2024年钻石联赛的揭幕战 厦门战比赛众星云集 吴燕妮面对巨大的挑战 波多黎各名将奎因 巴哈马选手德维恩 法国选手梅拉 两届世锦赛冠军威廉姆斯 世界排名前五的巨星齐聚赛场 单是看对阵名单 就足以让人出一身冷汗 同时 吴燕妮是场上唯一一位黄皮肤的姑娘 压力可见一般 比赛开始 吴燕妮身处第一道 她的起跑并不是很好 攻第一个篮石已经有些落后 而途中想要追上这些世界级的高手 更是难上加难 最终 吴燕妮逐渐被对手们甩开差距 以第十名完赛 成绩定格在了13秒04 虽然排名倒数第一 但13秒04 其实已经是吴燕妮练习100米篮13年以来 在上半年比赛里取得的最好成绩 这场比赛 吴燕妮刷新了个人SB 也就是赛季最佳成绩 要知道 赛前吴燕妮有些感冒 多少有点影响到个人状态了 赛后 她也与对手们互动 展现了东道主的热情 而除了成绩 吴燕妮此意的穿着和妆容 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与其他选手的运动服加短裤不同 吴燕妮穿的是一件黑灰相间的连体服 被网友们吐槽穿着略显暴露 根本不像短跑运动员的服装 反而像游泳项目 跳水项目的选手 不少人质疑 吴燕妮就是故意这样穿的 以此来搏眼球 此外 吴燕妮的妆容非常精致 在场上选手中独树一致 她的脸上还贴着亮晶晶的五角星出战 拥有很高的辨识度 对于网友们的质疑 吴燕妮也给出了回应 每场比赛 无论好与坏 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这是因为我尊重现场观众 尊重来看我比赛的粉丝 尊重赛场上的所有人 尊重这场比赛 这也算是给自己一种自信与鼓励 你觉得你能接受吴燕妮以美丽多变 与众不同的形象征战赛场吗